這個叫TikTok鐘 TikTok鐘,是後面的鐘頭會擺放的 教小朋友有積極性 小朋友不只是擦,不可以裝模特兒 另外可以上年大概逛8小時 這個產品Cocktail Shaker是建議自己設計的 這是一個雙層塑膠 中間夾層我們放了一些酒的Nicol Label 因為雙層有一個暴溫功能 這些酒品牌問老一輩的酒友 他們都聽過 塑膠葉大概是50年代初期就開始萌芽 早期香港工業的技術 基本上是歐洲協助我們提升我們的工藝 我們是1948年來香港 開始的時候其中一個就是做手工的筷子 我們剃了象牙 但是因為那個舞步做了久了 有些少許披風 所以要收帽 要寄回美國去修理 還有修理的時間是一年多 我以為我們決定自己做塑膠 這個就是香港塑膠業的開始 我父親作為創辦人 1953年開始買了一部塑膠機 山寨廠的方式 不是帶著很大的資金 從上開來香港 我想我們是最早用兩種不同的材料 混合成為製品的一個企業 我覺得香港塑膠產品的設計 很有趣的地方是同一個款 它會有很多顏色給你選擇 或者它會模仿其他物料 例如木、橡牙、金屬、珊瑚、玉石 紡水晶系列 當時爸爸覺得 與其我這樣印上去 為什麼我們不去試一下 用一些角度或者一些數據原理 把這些普通漢字一條直線的線條 去變化出這麼多元化的畫面 是用人手逐個逐個畫出來 在70年代開始研發組裝的巨型架式 用塑膠和鋁館去製造 它需要的啤機是很巨型 當時香港沒有人有1600噸啤機 由德國運過來 我們的Movie View 大約是1977年設計 在菲林裏面可以看著30秒至2分鐘 最早的校戶一定是英國校戶 我們亦都是有一些元疏 非洲亦都有生意 不過校戶都仍在 爺爺的年代 除了宮姊妹之外 他都會跟塑膠商會去歐美中東交流 推廣回Mad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Brand 或者Hong Kong Plastic Industry 對於外國塑膠 其實以很低的成本可以生產 其實可以令到很多人的生活可以好 一些物件可以普及化 我發現我之後做的很多設計 其實都是希望很多人可以享用 所以我都會選擇一些比較經濟的材料 或者不會太過複雜去製造 這一件的產品 其實就是為文化葫蘆的一個展覽而去做 那個展覽是關於香港的家居發展 在做的時候 我就想把一個吊在那裡的街市燈 把它轉化成另一個狀態 它可以變成家裡一盞桌燈 或者是一盞起燈 其實塑膠以前是很耐用的 只不過現在人們令到那樣東西很不環保 其實它可以用很久 但它用的時間太短了 所以扔掉它或者其他東西 因為我讀設計 我發現原來香港在設計歷史上 其實都很多很精彩的東西 譬如現在很多人 我介紹的人去看這件事 我都以一個設計的角度去看 我說你不要理會這件事幾年代的東西 你當作設計 其實現在都很實用或者很特別的 全面的地方 因為我這樣想真的有很多 這件事就很好的 其實就失敗了 下去 超好 所以今天就這麼想 點個形式 是極零總統